你知道一个动漫人物的制作能有多复杂吗 即使在专业的剧组指导下 仍然需要很多年 才能活灵活现一个纸片人到荧幕上 一切的开始 就是这个纸张上绘制的自信男孩 雕刻家会用黏土再现这个人物 到目前为止 唯妙唯肖 激光一顿扫射 这个立体的人物 就会完全进入电脑的3D建模中 动画建模师会对出魔进行设计呼吸与动作 让他看起来更为真实 建模师用3D打印出 十几个自己设计出来的表情脸膜 组装上眼球和皮肤 等到他上色后就会好看很多 另一位艺术家 也开始用黏土雕刻出不同的脸膜 这是传统的在线方式 裁缝师开始给玩偶定制衣服 衣服必须修剪得合身与精准 后续公司可能会上市他的人物玩具 在衣服的细节上不断地添加褶皱 让整体看起来更自然 摄影师开始调节布局与光了 将做好的人物放入房间里 摆拍他制作最简单的定格动画 确认整个动画里人物的行动路径 为下一部3D动画做准备 这个男人挥动双手的时候 屏幕中的动画人物也做出相似动作 这个特效技术叫人体动作检测 顾名思义 就是捕捉活人的行动到动画人物中 这个艺术家将通过电脑捕捉虚拟人物的动作 并将它设计到动画当中 他们将捕捉的影像与景象进行重叠 这个过程特效叫合成 动画师凭借他将人物和场景 活灵活现地运用出来 传统的绘画与模具工艺 与现代的电脑和摄影技术完全契合一起 展现一个来自童话的美好世界